打开情感束缚 直面真实自我 大家好我是温哲 欢迎收看本期的温哲谈情 婚礼是每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隆重的一场盛宴 相信啊每个已婚的女人都清楚的记得 结婚当天晚上发生了事情 那么在新婚之夜当晚 女人都是怎么度过的呢 咱们不妨来听听三个女人的心里话 第一位新女士她是这样说的 举行婚礼的当天啊是真的很累 因为要穿着高跟鞋到处去敬酒 我和我的先生并不是在酒店里举行的 因为我先生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虽然我也梦想着穿着洁白的婚纱 站在典雅高贵的婚礼现场 但那只能在梦里想想 事实上我是穿着土里土气的红色婚纱 在我先生的老家举行的婚礼 农村酒席上的孩子啊到处跑来跑去 我穿着红色的婚纱提着糖果踩着高跟鞋 既要给孩子们发糖果 又要给各位长辈们敬酒 在之前我并没有穿过那么长时间的高跟鞋 所以啊我的脚真的是很不舒服 但我又不能哭丧着脸 毕竟是自己的婚礼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和我的先生都很劳累 所以便洗漱碗早早休息了 第二位杨女士她是这样说的 在举办婚礼的当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闹洞房了 当天晚上我一直在和丈夫的亲朋好友闲聊 由于我与丈夫的亲戚朋友都不熟悉 所以我心里想着赶快结束闲聊 晚上的时候闹洞房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心里觉得特别的累 根本就不想要闹洞房 可又没有任何办法 心里只能无奈的接受 勉强着配合大家 毕竟是自己的婚礼又不能直接的翻脸 所以对于我而言 新婚夜的当晚是极为劳累的 也是极不开心的 第三位马女士她是这样说的 新婚之夜我与丈夫吵架了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毕竟我们两个人才结婚第一天 结果就吵得不可开交 吵架的原因是 丈夫想要把结婚的份子钱给他爸妈 而我觉得份子钱是我们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 为什么要拿给他爸妈呢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因为这个钱的问题 吵得面红耳赤 所以我的新婚之夜 无疑是极为不愉快的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我还是会感到不开心 以上就是三个女人的心里话了 不管怎样 新婚夜对于女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男人尽量不要让女人不开心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的留言点赞与分享 知道吗 谢谢大家